字幕君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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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集带大家来日本群马园 参观Acoostics Rewind 开发总部 还跟大家介绍了其中一套 用来开发新产品用的一套主要参考系统 今集再跟大家介绍 剩下的两套参考系统 而其中一套系统 原来还用了一对古董喇叭来开发 而且据我所知 这对古董喇叭在现在非常非常罕有 如果是品相好的话 在日本的二手市场都已经炒过一千万日元 到底这对古董喇叭是什么喇叭 待会一一会跟大家介绍 另外我会再带大家去二楼参观另一个试音室 而在这个试音室 居然被我发现 在旁边石黑先生还放了一些奇形怪状的 一些葫芦状的物体 而到底这些物体有什么用呢 在片尾我都会跟大家一一介绍 那我们马上去片 其实在日本这一类一户建的房屋 空间固然比香港大 但是你说是否很大呢 又不是 那怎样可以实现到 在有限空间里面 可以玩到几套音响系统 都是一个挑战 其实石黑先生想到一个方法 可以很巧妙地充分地利用每一吋空间 在地下这个试音室 它就用了一室两用的设计 那怎样一室两用呢 其实在同一个试音室里面 在正前边就放了一对 Alpha-Long喇叭系统 在另外的背面就放了另一套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就是这套西湖的古董喇叭系统 这一对大约是在七十年代 由美国西湖喇叭厂 都负责生产的一对铐听喇叭 它的型号就是BBSM15F 而它最大的特点是 它拥有四个十五吋由TAD 负责生产的特大低音单元 而它的特点是 它拥有动态范围广阔 音频精准 以及定位清晰等等的特点 非常之适合音响配件产品的开发 作为参考教声之用 其实日本人真的很喜欢玩这些大喇叭 例如另一款 有很多日本人都很喜欢玩的 就是JBL 例如DD6600系列 65000系列等等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志爱 到底石黑先生用了什么前后级 来推这一对重达300磅的庞言巨物呢 原来前级方面 它是用了一只80年代生产的 MARK仔 LMP2L的前级 而后级就用了四只 PASSLEV RLEV2 来推 石黑先生又再解释 为什么会在地下的试音室 摆放两套不同年份的系统来做参考呢 其实主要呢 它是希望可以让大部分的ACOUSTIC REWIDE 产品都能够广泛地兼用在不同年代的产品上面 同时间呢 亦都可以适合不同音色取向的系统来使用 希望提高产品的广泛性 在地下一间试音室 我们听完歌 等我带大家上楼上另一间试音室 看看里面有什么 经过中间走廊 一路走到尾 就可以有楼梯上到二楼 而二楼这一间试音室 主要是用来开发一些AV的影音 和CAS的全楼系统所用的 一些周边的调音配件产品 在试音室的正中间的头顶 就有一部Victor Projector 我们都很久没见了 这个牌子真的 好了 扬声器就用了全套 可以说是日本人的最爱 B&W 802D 5.1 声道的扬声器 而这一堆扬声器 全部都分别是由这五部高蚊的Memius 18.4E 的后级来推动 而前级同样都是高蚊的Memius 30me 在后面还有一连串的串流器材 非常之多 还有NAS、Hardis等等 而当中这些东西的供电 就是由这一栋acoustic rewire自家生产的LPS 来负责DC直流供电 其实看到这一阵 我都觉得非常之歪歪 因为石克先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视的 电源的一个超级发烧玩家 在我听过的过程当中 我的职业病又发作了 我自然又会去后面看一看 究竟石克先生放了什么补品配件在后面 在acoustic rewire作为日本其中一间 最大型的发烧音响补品生产商 放在机后面的补品 真是临落满目的 但是最吸引我眼球是什么呢 就是放在后面 我发现有很多一些外形好像是空枕 但是它的尺寸又大小不一的东西 放在后面 于是我就立刻问石克先生 到底这些是什么来的 有什么特别的调音作用呢 跟他学一下也好 原来这一大堆东西 其实就是最近 我们香港非常之人气的这一件 莲藕的初代版本来的 原来这一枝莲藕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其实石克先生特意找了日本的厂家 根据他的计算和设计图样 来做出一些口径大小不一的空军型的物体 来做测试 其实当中他就一个一个找出 一个最佳的大小和最好的尺寸 再统合一些测试出来的数据 最后才可以开发到这一枝莲藕出来的 其实开发过程当中的确是非常之辛苦 不过最后能够生产出这一枝效果这么好的产品 之前的辛苦和汗水是非常之值得的 拜访完石克先生的试音室之后 以日本人的传统自然会一起去吃烧肉 再嘟啤 今天石克先生带我们去吃这一间的烧肉店 他说可能是全群马园最好吃的那间 而且吃吃还有惊喜 我会把这间店铺的资料放在资讯栏 如果将会去群马园旅游的朋友 不妨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不过计我说去日本的烧肉店 我觉得只有两类 第一类是好吃 第二类是好吃 你说是不是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WhatsApp再联络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刚才开了一个小时的车 由群马园的高骑士 经过秋名山五连法甲湾 我身后非常出名 如果你有看这套动画 你一定知道这套是哪 动画里面叫做秋名湖 故事中腾源托海和女朋友 喜欢开车来拍拖 其实实际上不是秋名湖 实际上是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读 是否叫追名湖 日文叫Halunakot 这个追名湖 如果你喜欢开车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駕到这里 其实这里非常悠静 非常之好 有一种很适合 很chill的感觉 刚才今天天气不是太好 如果平时天气好 你可以在岸边有很多吃东西 吃甜品的地方 你可以买杯飲品 叫乌冬吃 看着湖 真的非常一流 刚才我走了半个多钟 差不多要拿车 駕回高骑士 你给了一下 你给了一下